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呼喊 在上一段思想起 OK 思念 高亢的情绪想要高调地让全世界都知道 可以 还有一种慢熬型 怎么熬 还没为你把红豆熬成缠绵的伤口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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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我爱唱了 看得出来 宋朝有位词人李清赵 18岁的时候嫁给21岁的赵明成 两人第一次邂逅是在相国寺 相国寺 没错 是当时京城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 那天刚好是元宵节的花灯会 两人一见钟情 自由恋爱 闪电结婚 每晚灯下读书谈心 日间出游赏花迎诗 偶尔喝茶玩玩智力游戏 智力游戏 随便说出个典故 猜猜它出自哪一本书 第几卷 第几页 第几章 猜中者可以喝茶 猜不中 不准喝茶 书呆子有血 每次都是李清赵赢 老公老是喝不到茶 口很渴 没关系 没关系 两人赶紧翻书找答案 可以甜蜜地玩一整碗 简单的快乐 好景不长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迫使两个人分离 李清赵的后半身 一直生活在对丈夫的思念之中 相思成苦 此情无极可笑傲处 拆下眉头却伤心头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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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当这里是KTV啊你 嗨 红藕香残 玉电秋 清解罗上 独上兰州 云中水迹 锦书来 艳子回时 月满溪楼 花子飘零 水子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际可消除 财下眉头 却上心头 这个作品呢 是李清赵 写给黎家的丈夫赵明成 诉说自己独居生活的 孤独寂寞 和思念丈夫 期盼早日归来的心情 李清赵 出身于书香世家 父亲是礼部员外郎 母亲也是名门之后 在这样的家庭中成长 李清赵深受文化熏陶 知否 知否 李清赵少女时期 就写下流传千古的如梦令 奠定才女的地位 十八岁嫁给了赵明成 两人门当户对 有郎才女貌 成为一段美谈 他们的感情深厚 一起作诗 共同研究金石印件 搜集整理名人书画 生活安定 所做的诗词 多为相思归怨之作 倾心婉约 赵明成突然病逝 金兵入侵 故乡沦陷 李清赵悲痛欲绝 幸福的生活从此结束 战乱中 夫妻俩的收藏品 大量的散失 半生心血 付诸东流 李清赵饱受战火摧残 生活转而困顿凄凉 他的作品也转为 哀怨 凄苦 张汝舟 寄予李清赵手上的文物 来骗婚 婚后发现 李清赵不愿意转让文物 就对他家暴 李清赵不堪折磨 向官府告发张汝舟 欺骗的行径 但是当时的法律规定 凡妻子告丈夫 就必须入狱两年 两人是双双入狱 李清赵幸亏得到了朋友的帮助 只做了九天的劳 历经国破家亡 暮年飘零之后 他的词封转为七创陈玉 多写颠沛流离之苦 孤独无依之悲 写尽了自己流落异乡 又无依无耗的苦闷和忧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